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时更有传说 这天武毒作祟 吃武皇必武毒的传统习俗应运而生 武皇是指黄鱼 黄膳 黄瓜 咸鸭蛋和黄酒 作为武皇中的首选 黄鱼 因头部有两粒鱼石 有名食手鱼 是不少文人莫刻垂涎的海味 宋代诗人范长大有言 恋子开花食手来 黄鱼秋冬栖息于深海 难见踪影 春夏之交 在近海回游产卵 变成了自古以来端午前后人们的盘中餐 最传统的做法莫过于咸鸡大汤黄鱼 炖煮黄鱼所以咸鸡 鱼肉鲜嫩 汤汁浓郁 一直备受青睐 而创意融合菜总是带来惊喜 黄鱼和火龙果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味 配料改刀 黄鱼去头尾 去龙骨 去鱼谱 生粉 面粉 骑士粉加水搅匀 制成面糊 加入黄酒 盐 葱 姜 腌制五分钟 火龙果榨汁 加热油锅 黄鱼裹上面糊下锅炸至两分钟捞起 继续加热油锅 黄鱼再入锅 炸至金黄捞起 起锅烧油 加入火龙果汁 白糖 白醋 烧热勾芡 将芡汁浇在黄鱼上 一道酸甜香鲜 外脆里嫩的果汁黄鱼谱便完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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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